你更没有说什么名牌之类的类似的东西 我说你真的觉得不会 就是因为不会有觉得难受吗 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会被别人 可能拿一样的眼光看见 他说他完全不会 他本身他就对物欲的要求非常低 他觉得哪怕因为他们做的工作 就类似于办公屋一样 其实都是非常少 然后呢做的研究也是可能 其实我们大家也不一定都能够看得到 但是他觉得他去身处大自然 然后每天做的规律的生活保护大自然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能跟自然沟通的 每当就是我跟他聊起关于他专业上的问题 或者是我跟他一起走进丛林里 他是发自内心的想为那里的村民 想为那里的自然 做出尽自己一点点的唯独之力 所以我老我会老看 看他那个片段 虽然你们没看到 我会老看那个片段 每当我心服气躁的时候 当然有原因是 然后呢 就是每当我想要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 好像他蛮好 过得不错 然后那种时候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比我好 我觉得我比他好 就每当我有那种想跟别人比较 想什么追求可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 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 我就会去看看 看看我们自己的八月的记录片 我真的能找回到一种平静 就是说生活方式有很多种 我们真的不要去老看着别人 然后呢 再来跟自己进行比较 其实我们 我们最最最最好的就是 做更好的自己 其实没有必要跟别人比较 对不对 对不对